Nono 因為過去你曾經跟過他 其實跟過他 但是跟過他的時候 其實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因為 有一次他剛好工作結束 我們就跟他 因為其實你知道 狗仔不喜歡跟綜藝咖 為什麼 因為平常他們在螢幕觀光幕前 已經夠搞笑了 你平常拍他私下的東西 開拍到一個好笑的東西 其實就沒有什麼哏了 你知道嗎 結果那一天 他工作結束之後 到了一個暗向停好車子 暗向停好車子 我們在想說這是哪裡 因為沒有跟他回家過 結果他步行了大概兩百多公尺 就在某家電台的對面 有一個商業大樓 外面根本是沒什麼招牌 下面是賣電器行 結果他就上了電梯 我就衝了扔樓梯 跟他上那個電梯 結果一進去發現 怎麼是一個營業場所 那個營業場所門一打開 娟姐你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營業場所 可以這麼黑的 它完全是根本就是 熄燈的狀態的情況在營業 那到底是什麼場合 結果我就發現 櫃台沒有人 結果就衝衝忙忙跑出一個小姐來 身穿得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穿得像睡衣 薄莎那種睡衣你知道嗎 很連身 就說不好意思 先生請問一下 你們有預約嗎 你要找哪一號小姐 你明白嗎 他來問你說你要找哪一號小姐的時候 Nono已經進到裡面去了 他經常因為我是看 那他應該是熟客囉 就是他進去之後 因為我進去 你是跟他的嗎 其實我那個時候是想要拍他進去 跟櫃台 後來可能拿什麼 或是問事情的時候 拍這個畫面 所以他去櫃台幹嘛 因為我不知道那店是什麼 也沒招牌 重點我進去的時候 Nono已經不在裡面了 我是眼睛看到他進那個門 結果我進去的時候 人已經不在裡面了 那表示說 小葛 不好意思這是題外話 那你也去消費啦 我沒有消費 我沒有 你會不會為了工作 不是 菁姐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那個比較高檔的那種會館 或是那種按摩店 他是必須要很熟客的會員 或是說有經濟帶才進得去 像我們這種 不是啦 他都已經問你要找幾號小姐了 我看你是 那我講不出來啊 我講不出來幾號小姐 所以當時說不好意思 你們這邊是我走錯路了 我就出來 所以我們就到下面等他 將近兩個小時 人就出來了 所以就其實跟那個消費的行為 那個時間其實差不多的 但我不能證明說 他在裡面有做色情 但是那一間店 確實是怪怪的 蠻怪異的 進來叫怪怪店就對了 對 很怪異 過去我們當然也是有跟拍過 就是Nono曾經帶過女孩子回家 就是要放下車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該是女生的家 那當時下車的時候 感覺是有點半推半救的情況 那是不是跟 就是他們所爆料的一些 所謂半推半救是什麼意思 就是女生要下車 後來不讓人家下車 從後窗這樣看下去 那門都打開 後來人家就下不了車 車門打開了 但是女生沒下車 因為我們已經拍到說 是一個女生上車了 但是沒有下車 那想說半推半救在幹嘛 結果女生最後甩門很快就下車 那是在車中 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們不得而知 因為那都已經十幾年了 好 看來這個風暴是不會那麼快歇指 因為現在爆的料越來越多了 對 小哥你剛剛說你接到一頭拉股的爆料 對 有沒有哪些是比較可信的 因為你自己都會交叉比對 對 其實現在一頭拉股的爆料 有一些應該這種說 像Nono的事情來講的話 我現在目前就正在兩個爆料 我就跟剛剛那個小洪老師一樣 就在這段時間裡面 昨天晚上到這段時間裡面 接到兩通爆料 這兩通爆料 剛剛你講的是你自己跟拍的經驗 對 你現在講的是你接到的爆料 那其實它的結構面其實都很像 都是在車上 那表示說Nono其實有習慣在外面 處理這些事情 而且是很快的處理 那其實不瞞俊傑說 我手上有一個料 其實跟Nono是差不多同等級的藝人 但是他得過金馬獎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不比Nono還要差 得過金馬獎的 得過金馬獎 而且重點我已經拿到照片了 那就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受害者 能跳出來 就是說如果說你曾經被一個金馬獎的人 侵犯過不管是性侵還是性騷擾 請勇敢的跳出來 真的要勇敢的跳出來 那小可你手上進來的照片 你今天可以講嗎 這個照片我是覺得給人家一個機會 看要不可以出來認一認就算了 所以我今天在下午的時候在我臉書上面 我已經發了 就是說你要不要記憶自己出來認 因為那個人我認識啊 那你要不要多講一點線索啊 我們可以好好聯想一下 金馬獎 金馬獎 也拍過MV 後來他是一個 他出道的時候是唱歌還是演戲呢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也有講過嘛 你看今天的那個爆料就出來了 昨天我在節目上講說有一個搭檔主持 對不對 就搭檔主持的其中一位已經被爆了 我昨天我們下午錄完影 我離開的時候我就收到 就很巧合這個時間點 這是神明有暗示是不是 就是直接就收到這個爆料 而且是照片先來 我一看到這個人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知道了 結果對話記錄下來不得了 跟我得知他是怎麼樣的人 是一模一樣 不是你現在講的是那個金馬獎 還是講昨天那個搭檔主持人 金馬獎 我昨天跟你講那個搭檔主持人 他得了金馬獎 是同一個人 只是我昨天沒講說他得了金馬獎 那其實夠明顯了吧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在講你的話 那你不要跟那個薛姬剛一樣 隔了半年以後才繼續跳出來 現在這個時機你要快跳跳出來 要不然說爆料 真的我這邊照片很多 而且也可以一刀把你 垂到你真的是爬不起來了 那你手上的照片證據 他是姓騷還是姓親呢 我看是姓親 不是姓騷擾 我看是姓騷擾 但是他的言語上是姓親的舉止 言語上是姓親的舉止 那除了這位金馬獎得獎過的 搭檔主持人之外 還有其他的料嗎 還有一些就是像是 已婚的男偶像 就是你沒辦法想像說 就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過一句話嗎 就是說人帥什麼 益生俊 對益生俊 人醜什麼 姓騷擾 其實在這個當面 根本完全不能成立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這個人 特帥 拍偶像劇的 紅到大陸去 重點是已婚有小孩 那最好笑的事情是 因為他夠帥 所以他在路上 或是在飯店休息的時候 其實服務員都認得他是誰 已經到大陸去發展了 對去大陸發展了 那他有一回在飯店休息的時候 就是在酒吧 就認識了服務員 因為那服務員長得非常的俏麗很漂亮 剛好就是我的朋友 我認識他將近的八年 他從來沒有跟我提過這件事情 你是個服務員你認識八年 還是那位很帥的 服務員我認識了八年 這個很帥的明星我大概跟他跟了二十幾年 跟了十幾年 跟了十幾年 但勾仔到現在一直跟著他 但是重點是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結果他因為me too事件 他突然打電話跟我講說 他曾經被他差一點性侵 前面是性騷 後面叫做性侵 怎麼說呢 當時他們在酒吧的時候 原本只是在吧台上面喝酒 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男明星主動要電話 那女孩子服務員一定會給 給了以後沒想到 這男明星喝一喝上樓到房間去 帶了一個男生的朋友 結果電話響起 誰電話響起了 服務員電話響起 正好十一點多下班 他約他直接進他房間喝酒 因為前面剛剛也其實有進過幾杯 他想說再繼續深交認識一下 沒想到一上樓之後不得了了 酒安有熱之下 荒假度 整個人就完害了 那個女孩子只剩下一條內褲 那個男星把他扒到 只剩下一條內褲 那有對他 當時那個女孩子呢 他告訴他酒意非常非常的濃厚 直到內褲要被脫下那一刻 他整個是驚醒 離開 零空 criminal